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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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的校訓是誰呢? 是名德格物 怎樣叫名德呢? 完全不詭辭 無論你是楊貴又或是楊貴宵 每一樣都是可以接受 凌辱別人的行為是百分之一百是徹底的錯 一個低級的玩意將你的快樂 是建築於人家的一個永久的心理的創傷的行為裡面 不要說大學生 一個小學生都不應該有行為 曾經做了一個這麼大的行為的主持者 站出來道歉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有效的 如果你說我用法律去將它成立法 但它都不覺得自己有錯 我覺得這個作用是不及得它自己 是徹底反省站出來 我說我這樣做是不適合的 希望學生學會不要再學一些了 希望社會給它一個機會改革 教育者我覺得可以得到安舒 你作為議員要有個建議的嘛 你很多次你給政府很多建議的 單方面有一個和氣例 這樣對凡事的學生或者受靈的學生 對社會的學生都不公道 我覺得應該這樣查清楚的事實 如果校方說這件事是真的話 是作出處分的 然後校內要怎樣處理 又或者尋求警方的意見 提醒以後去環境的營身也好 宿舍的營身也好等等的活動 是引以為鑑